可以吗 好了 我现在来了 我们要来证明这个看根定理 要保证有一个点 有一个点X0 只要我的FA跟FB是不同号 那我就一定有一个X0 FX0是等于0 换句话说 中间在AB区间里边 在AB中间一定有一个0点 那我当然可以讲是FA小于0 FB大于0 那我要说中间有一个0点 那怎么说这个事情呢 我要用到前面的这个Lamma 那事实上如果我FB是大于0的话 我就可以保证呢 B附近呢也是大于0 FA小于0同理 如果FA小于0 看负F的这种看法 我也可以保证 A附近一定小于0 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考量一个集合 我要考量一个集合 那 这个集合是什么 是X在AB里边 使得Fx小于0 绝对小于0 我再写一遍 我是考量这样子的一个集合 那这个集合呢 是非空的 那我们起码呢 有一个 有一个 我叫做Delta吧 就是利用前面定理呢 我知道这个集合呢 是起码 有一个A到A加Delta呢 完备性公里 这个S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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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是存在的 它是一个实数 而你这个实数函数值是什么呢 那个点我就叫做X0 而这个点它的函数值 它是所有负值的那些X的一个所谓的极限 事实上某一个点的极限 那函数值当然是等于0嘛 我当然希望它是这个样子 所以先锁定你的目标 对不对 Completed section保证有一个目标在那边 然后我就可以 想办法去证明它的函数值就是0 那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点 当然想要的 事实上有可能有几个选择 我们不知道这里是怎么样子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起码呢就是一个点 所以比如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的话呢 我的S是什么 我的S这个区间 再加这个区间 再加这个区间 是这个意思哦 你要想清楚 但是我们事实上不大管的 所以利用3.11呢 我知道就是存在一个Delta大于0 使得我的那个A的 A加Delta呢 都是在S里边 换句话说S非空 然后那个B减Delta B这个区间跟S一定是交空 那换句话说 好 那我就 我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的S事实上是一定是 一定是在这个A跟B减Delta之间 那它是Bunded 利用这个Compliness Axiom呢 完备性公理 完备性公理说什么 我们有上界的话呢 必然有一个最小上界 必然有一个最小上界 那这个最小上界呢 我就叫它是Supremum 我就是说X0等于S是存在的 它是一个实数 那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步 我的第二步呢 就是要说明我的 我要说明Fx0正好是等于0 作为一个最小上界 它小一点点就不是上界了 所以我事实上呢 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sequence 是在S里边 趋向这个X0 是不是 我可以找到一个sequence 在S里边 是趋向X0 利用这个最小上界的 那个 性值 我当然可以这样子说了 我再小心一点 是这样子说 第一个 Fx0是 不会是小于0的 换句话说 它是大于等于0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如果它是小于0的话 我在利用这个三等十一 它附近也要小于0 它附近也要小于0 我存在一个 我叫做delta 1 使得 Fx呢 从X0减delta 1到X0加delta 1 都要小于0 那这样子 你就不是supremum 你有比你大的点 它都在S里边 是不是 是0减delta X0加delta 是一个S的subset 所以这个是矛盾的 矛盾什么 矛盾X0就是等于supremum s 所以是这个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 Fx0呢 一定要大于等于0 那就好了 我这个sequence呢 就可以 我就可以这个sequence 就会成了 因为对于所有的epsilon 我take n分之一 我就会找到 一个Xn在S里边 使得这个Xn呢 是大于X0减n分之一 是小于X0 它原来是 它小一点点的 原来是小于等于的 那现在呢 X0是不在S里边 所以这个 Xn是不可能等于X0的 那 这样子的Xn 当然是会收敛到X 那就 我们的F呢 是连续函数 所以 Fxn就收敛到 Fx 那每一个Fxn是小于0的 它是在S里边 所以 它的limit呢 就 就小于等于0 我说 我说这个是X0 X0的函数值 一定要小于等于0 它是一堆的Xn 的一个limit 那这个点 跟我前面所说的 Fx0是大于等于0 然后现在我要说 Fx0是小于等于0 那这两个合并起来 就是强迫 Fx0就要等于0 那就做完了 好 所以这个是3.9的第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要用什么呢 这个方法基本上 就是用了completeness axiom 这个是completeness axiom的方法 那key point是在哪里呢 key point是在这里 我找到一个Xn 那 那我要先将它 拨除就是X0 不会在S里边 因为如果X0在S里边 我这个Xn是找不出来的 我的Xn是找不出来的 那利用3.11 我说X0不可能是在S里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小一点点 就会有一个S的元素 这个元素不可能是X0 所以是另外的一个元素 那这个元素是小于X0的 那然后我再近一点的话呢 又有另外一个元素 所以这些Xn是不一样的元素 那然后它是收敛到X0 所以我的整个论据呢 就成了 所以这里有一些细节在里边 要小心看的 要小心看 好不好 好 这个是完全全是Complenation 你就是想办法造一个集合 然后它的Supremum 就是你的目标 然后这个Supremum 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性质 是 对 存在一个Delta 是的 这个A已经是左端点了 所以 你事实上这里是 你可以说是交定义域好不好 那 你只有这个 A减少的话函数没有定义啊 不能讨论的啦 因为它在这个A这个点字上是左连续的 是不是 是左连续的 所以我们只能 我们连续的话呢 是应该是要这样子说了 For all X在交这个1 X在第一域里边 然后X跟X0差异小于Delta 函数值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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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子 我这个第一域呢 很多时候都不写 因为我懒惰 但是某一些时候呢 它是重要的 好 B B就是取这个 也是右边没有定义啊 所以B是取左边嘛 不是吗 不是吗 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它是大于零啊 所以它不可能小于零嘛 所以它是空级 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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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写错了 还有没有问题 好 谢谢啊 挑出一个毛病出来 可以吗 可以吗 那这个呢 是这个证明呢 那个方法是有点technical 有点技巧性 那 但是呢 比较好写 我们要给的第二个证明呢 是比较直观 但是要写得清楚呢 是比较烦的 不过 我就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 比较简短的证明 是比较直观 但是呢 就是 写出来呢 会麻烦 就是那个区间套定理 你知道区间套定理 一写出来就是很烦的了 哦 图画是这个样子 图画是很简单 就像我猜 你们老师 说服你这个看跟定理 是怎么样子做 你在高中的时候 应该就是 老师有没有说服你们 有人在回想 老师有没有在说服你们 这个看跟定理是对的 要的啊 不然数学是什么 数学是算答案吗 啊 我们数学是什么 是算答案吗 那些理由是 都是记下来的 人家说的 说了就相信他这样子 不不是这个样子的 哦 你就是要想一想 为什么他是对的 哦 探根究底 是不是 这磕水精神就是这个样子 哦 好 你看看他是怎么做 假设FA小于0 F1大于0 我看终点 那这个函数指使小于0还是大于0 那如果他小于0 他可能在这里 哦 我就有 我一直呢 要找一堆的区间 区间套定理 我要找一堆的区间 他是左边是负的 右边是正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区间 是这样子 第二个区间我看你中间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区间 好 这是I2 然后再切 你的号在哪里 如果你这个在上面 我的第三个区间 I3 再切第四个区间 一直下去 都是一负一正一负一正 那如果我幸运的 比如说第三个区间 切第四刀的时候 刚好这点是0 那就完了 我就找到一个0点了 如果他不是的话 我这个一正一负的 这个态势呢 一直可以延续下去 我就有一个区间套 每一个长度 是一半一半的这样子 去伸延下去 然后都是 左方 小于0 右方 大于0 是不是 区间套定理告诉我们 这个交集 只有一个点 这个点我叫做x0 而这个点呢 是 左端点的极限 也是 右端点的极限 是不是 可是我的f是连续 所以 fan要去向fx0 fbn也要去向fx0 可是fan小于0 fbn大于0 那这个fx0 那这个fx0可以怎么走 是不是 它当然是要0 fx0 因为是fan的limit 所以它一定要小于等于0 它又是fx0 它又是fbn的limit 它一定要大于等于0 2个同时要成立 它就是要0 这个非常自然的不是吗 你找根不是这样子吗 看看中间那个点 看看是不是正的 然后再有一阵一阵再找 有一阵一阵再找 有一阵一阵再找 找到最后你是越来越接近一个0点 这个是一个数值方法来的 我们用数值 用电脑去帮忙找根的话 也是这样子找 这个有名堂的 这个叫bisection method 二分法 确实是这样子找的 这个证明是一个非常直观 那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去实际上 实际上可以操作的 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 起码是一个近视值 对不对 我找到这个an跟bn越来越接近 那譬如说 它们是小于0.001 它们差异小于0.001 我做了100步以后 大概应该可以做得到 那差异就很小了 2的十方已经三位数了 1000 那做十步 我就可以保证它是 如果原来差异是1的话 做十步以后 就差异0.001 小于0.001 那就一定有一个根在中间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操作的 一个方法去帮助我们 找到这个根 叫bisection method 所以我写一写这个 这个证明 所以method 2 就是所谓的 nested interval theorem 我就也是一样 let f a 小于0 小于f b 那我就 我这里不写得那么清楚了 我就一词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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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sum n 则我们就成功了 但我们的命题就是它有一个零点 那这个x0就等于这个an或者是bn 那否则的话呢 否则的话我的一直都是 所以对不起 我这里应该是要有可能相等的 他们有可能相等 那否则的话呢 他们就是这个绝对不等号 Otherwise呢 就是我这个不等号呢 是永远成立的 那这个时候呢 是for all n 我的区间套定理就可以 我有一个系列了 我的区间套定理就OK了 nit区间套定理 那我的交的in 就要等于某一个x0 singleton 其中呢 这个x0呢 就是要等于limit an也要等于limit bn 而f是连续 所以fx0呢 是fan的limit 它也是fbn的limit 那就好了 fx0 既要小于等于0 也要大于等于0 就是强迫它 一定要等于0 那就是我们的 定理的一个简单的叙述 这个图画比较重要 怎么切 怎么切 你切到是左腹右正 我们今天在第三个定理 就叫book 是 12个人 这个人 对 冷冻 下面 空 边 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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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这个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或者是这个堪根定理 当然我已经说过了 它们是等价的 那我就可以说明了以下的东西 它们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联系函数呢 它一定要将区间 如果它的定义欲是一个区间 那它的直欲也是区间 这个区间是开的还是闭的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譬如说Fx等于Sinex 我们是将 整个R楼引过去 反正它就是负1 1之间震荡 这个是Sine函数 所以它们是 这个是一个区间 B区间负1 那如果我的Fx等于X平方这样子 它的定义欲也是整个R楼 那它就大于等于零嘛 它最小就是零 这是一个帕物线嘛 它最小是零 最大就是无穷 刚才有同学问 这个是开区间还是闭区间 还是两个都不是 这个我们归纳成闭区间 它的余籍是开区间 它的余籍是开区间 这个是闭区间 在无穷那个地方呢 无论是开还是闭 都是开的 无穷不是一个时数 我们就是 这个是一个符号来代表 有两个认定 第一个认定就是 你的余籍是开的区间 第二个认定就是 你里边的数列 你那边数列走 它的极限也是要在这个 这个集合里边 对不对 那这个在这个认定底下 它就是一个B区间 是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两个都是B区间 这个是不一定的 F等于X分之一 它整个地域不是一个区间 但是如果你限制在一个区间里边 比如说 你限制在正的大于零的这个区间里边 它确实一个区间 是 零无穷 开区间 它引过去 零无穷是开区间 所以 B跟开我们不确定的 但是反正就是区间 是这样子 我还有一个是整个的 对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个也是有趣 R tangent X 是这样子的一个 它是将整个 R引过去是 负的二分之π到正的二分之π 这个是一个开区间 好不好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不同的状况 但是 都是区间去区间 而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理由就是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性质 就是因为堪根定理 或者是中间值定理 哦 了解这个连续函数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是要先认定什么叫区间 因为有这么多的种类 我这里有大概两三 事实上都是两种开跟壁 我还没有一种半开半壁的那种 我当然可以照出来了 譬如说 我这里可以说照到半开半壁 譬如说我这里是零无穷 对 就是零无穷 零无穷 它的就是这块 所以函数值就是零 二分拍 半开半壁 都有的 那这边是区间 我没有说是开还是壁 都有可能的 所以要认定这个区间 我们有一个抽象的定理 我们一个区间事实上有九种的状况 比如说我这里AB在我们这个课来说 AB一般就是实数 AB是代表实数的 我们不包含无穷的 那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有限的区间 我们有四种 对不对 但是如果AB是这个区间是包含无穷的话呢 那这边就一定是所谓的 开的了 开的了 右边当然是这样子写的 那左边是可以开 可以B 可以开 那然后 如果负无穷的也是一样 所以是八种区间 再加一种 我可以说是九类的 那我们呢 有一个Namma 3点13 这个Namma说什么呢 就是 啊 无论 这个Lamma我们叫做一个刻画定理 无论是你九种的哪一种 你对了一个性质 那个性质是说什么 随便在一里边选两点 我都可以比较大小 一大一小的话呢 它中间的那些点呢 什么叫区间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 比如说你是半开半壁的 这个AB 我随便选两点 里边的 区间最重要就是中间没动 里边的 这个集合是什么 这个集合是所有的 T在L里边 然后T是 大于等于X 小于等于Y 这个集合 里边的每一个点 都要在E里边 那它就是区间 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Lamma 将这九种的区间类别的特质给它抓出来 而且这个是一个弱且为弱的 那应该当然也是 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区间事实上就是 它是中间是没有动的 事实上你可以说是中间是没有动的 任何两点 它所有中间的时数 介于这两点中间的时数 都要在这个集合里边 它就是一个区间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端点在不在 就是不大重要了 那端点在的 就是所谓的B的 端点不在的就是开的 只是差这个而已 是这个意思 利用这个Lamma的话呢 这个Lamma我大概星期三才来证明 那但是我首先呢 是先看看这个所谓的大图画 就是它是Map Intervals to Intervals 好 我来证明 已经不难的了 已经不难的了 是 我是要证明 这样子的一个命题 不如我就在下面给它证明吧 好 我们来证明这个3点12 那当我们对Intervals有一定的认知的话呢 就OK了 当然 我先将这些所谓的具体化 我令这个 Lat1呢 是一个Interval 就等于I 所以我要证明 事实上就是 我的F of I 这个集合 也是一个Interval 也是一个Interval 这个是我要说的 所以 我就随便想 随便选两点 Lat 那这两点呢 是在这个集合里边讲的 所以呢 它们的元素呢 本来就是一个Fx Fx Fy 在这个I里边 然后呢 And Fx 譬如说 它是小于Fy 我想如果我写这个是AB的话 不是大家更感到亲切吗 那是不是 所以随便选两点 Lat就是随便的 随便选两点在这个集合里边 那当然记号就是 它们都是函数值嘛 某一点的函数值 所以是FaFb 那其中当然有一个比较大嘛 好不好 它可能相等哦 它函数值可能相等 那如果它是相等的话 对吧 再来一次 我这个要擦掉 等一会我再写一遍的 前面要讲一点东西 对不起 再来一遍 我要说它是一个区间 我要分两个Case 第一个Case 它刚好一个点 那这个组 就tribute了 这个点 那当然是等于 我这样子写吧 这是singleton 这等于CC 这个当然是一个区间啊 是一个B区间 那然后 第二个Case 我才来讨论 如果它多于两个点 存在一个FaFb 在这个Fi里边 那然后呢 不相等 好 它多于两个点 或者是等于两个点 它有多于两个元素的 那我就随便选 假设FA是小于FB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每一个C 它们中间的一个 任何一个时数 我都会有一个X 在I里边 使得Fx是等于C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 Intermediate Value Theorem 告诉我们的 两个函数值是不一样的东西 随便中间的一个值 我都有一个X对照着它 这个图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随便一个 一条线 你都要经过这条线 而这个就是我的X 这个是我的C 是这样子的一个图画 那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我的FA 我这个C 如果等于Fa的话 是不是也是对的 等于Fb的话也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它等于Fa的话 这个X就是A 等于Fb的话 这个X就是B 所以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的Fa Fb所有中间的 所有中间的那些时数 它整个P区间 都是在Fi里边 因为我这个C 只有一个Fx等于C 换句话说 这个C呢 就是在Fi里边 那上面所讲的 就是 就是这句话 所有Fa跟Fb的 那个B区间里边的元素 都是指在Fa里边 那但是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的 那个Lamma所叙述的 随便 我是随便的 随便两个点 Fa跟Fb 如果我发觉 有一个小于另外一个的话 它中间的东西 都要在我的集合里边 则 这个集合 就是一个区间 这个就是3.13 给我们保证 它一定是对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名称的 叫做刻画 就是区间的一个刻画定理 Characterization Theory 我们这个呢 事实上是可以追下去的 我还要写一写一个 一个定理 我这里呢 还没用到这个extreme value 我跟extreme value在结合呢 事实上我可以做到更好 就是 3.14 说什么 就是一个连续函数 这个应该是cororary了 cororary 3.14 是一个连续函数 Maps 有界P之间 引过去的话呢 一定也是 有界P之间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 你可以说3.12的 那个延续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看 它保持有界P区间 这个事情 你不要觉得它是很 很简单 如果你不是有界P区间的话 这个形态就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 就是fx等于x平方 我们的power线 那你看看就是 你开区间 负11 函数值是什么 你看一看 负11 它的函数值呢 左边跟右边呢 是一样的 然后包含着零点 所以你开区间 引过去是一个半开半笔的区间 所以这个形态呢 是其他的都不一定对的 但是有界P区间 引过去就是一定是有界P区间 这个我要用到这个extreme value theorem 来给我们说明的 那我想我今天就来到这里 剩下来的3点13跟3点14呢 我星期三呢 给它继续 给大家讲清楚 完成了我们这个小节 有关extreme value theorem跟intermediate theorem 那个小节 那我们再接下去呢 又是另外一个均匀连续的课题 那那些都是因为我们的完备性功力 而走出来的 能够很严格的说明的一些东西 而且在学理跟实用上面都是重要的